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查看遥控器名称和连接密码 在从机遥控器上点击搜索主机 在搜索主机列表中 选择需要连接的主机遥控器 输入密码 是从机与主机连接 从机遥控器状态指示灯变为轻灯常亮式 表明从机遥控器与飞行器正常连接 主从机的通讯距离约为50米 在遥控器设置中 点击云台手摇杆设置 除了默认设置 还可自定义修改摇杆对应的云台控制方向 在云台设置中 点击高级设置 即可自主调整云台的感度 拨动从机的摇杆 检验云台的响应是否正常 左右推动左边的摇杆 控制云台相机的左右转动 右边的摇杆上下拉动 则控制云台相机的抚养运动 如果云台无响应 则点击屏幕上的图标 获取云台控制权 即可控制云台相机 如果主机需要控制云台 则在主机的屏幕上 点击获取云台控制权 或在从机的屏幕上 点击释放云台控制权 这就是双摇控器的设置方法 我们以主机控制飞行器 从机控制云台相机为例 进行演示 飞手拨动主机摇控器的摇杆 控制飞行器的姿态和飞行方向 并通过FPV摄像头 查看当前飞行环境 与此同时 云台手拨动从机摇控器的摇杆 控制云台相机的抚养或横滚 并通过云台相机的视角 查看拍摄画面及构图 Inspire 2还可以配合 无线跟胶器进行拍摄 自由切换焦点和调节光圈 使拍摄主体更突出 效果更出众 以上就是 Inspire 2 双遥控操作方法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